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便让他和一千多名进士一起参加考试 结果晏书发现试题 自己之前做过 便如实告诉宋真宗 并要求更换题目 宋真宗十分欣赏他的诚实 便赐给他同进士出身 后来 宴书升了官 正值天下太平 京城的大小官员都经常到郊外游玩或在城内的酒楼茶馆举行各种宴会 而宴书家平 没钱出去吃喝玩乐 只好在家里读写文章 有一天 宋真宗突然提升宴书为辅佐太子读书的太子社人 大臣们十分惹为何做出这样的决定 宋真宗说 近来群臣经常游玩饮宴 只有宴书闭门读书 如此自重谨慎 正是太子设人合适的人选 宴书谢恩后说 我其实也是个喜欢游玩饮宴的人 只是佳贫而已 若我有钱 也早就参与宴游了 这两件事后 宴书在群臣面前树立起了信誉 而宋真宗也更加信任他了 西三罗说 世界没有比真诚人更为可贵的 诚信的人 为人处事都真诚以待 信任是相互的 当一个人选择信任你 是十分难得的 也是你莫大的幸运 如果你辜负了他人的信任 自然没有人再相信你 平时我们可以和人开玩笑 但千万不要辜负他人对我们的信任 辜负一次信任 付出千次都难挽回 在这世上 最伤人的莫过于谎言 说一句谎话 很简单 事情被揭穿 很难堪 立即说 不保金玉 而忠信以为保 金玉并不值得宝贵 诚信才值得宝贵 诚信 得人心 谎言 最伤人 一个满口谎言的人 遇到困难时 没人会愿意出手相助 西周十七 周幽王有个宠妃叫包四 有次 周幽王为伯包四一笑 就下令将都城附近的烽火台一一点燃 二十多座烽火台同时被点燃 众诸侯见到烽火 以为都城遇犯 纷纷从各地赶来救援 到都城众人才知 这不过是君王的一场玩笑 而包四看到诸侯被戏弄后十分开心 周幽王也不以为然跟着笑 各诸侯见此场景愤然离去 五年后外族来犯 周幽王点燃烽火请求诸侯救援 但过了很久都没人来 因为诸侯之前上过一次当了 就不想再上当被戏弄了 最后周幽王被外族首领逼自吻 而包四也被俘虏 一次谎言 可能会让你短暂获益 但也能让别人对你心寒 伤过的心 再怎么补救都无济于事 小谎会让别人失去信任 大谎会让感情彻底断裂 荀子说 君子养心 莫善于成 一个人质不值得交往 就看他是否诚信 诚信是说话算术 不是承诺如儿戏 诚信的人 更值得别人信任 遇事也会有更多的人帮 做人 赢在诚信 输在算计 一个企业家说过 信用是一种 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 个人无形资产 为人处事 都离不开诚信 没了诚信 再有能力 也不会被人赏识 诚信的约束 不仅来自外界 更重要的我们自身的 道德力量 有诚信的人 人品也不会差 这样更容易得到 上天的眷顾 卧底还有一年 就要大学毕业了 原本家里 每个月 都会如期寄生活费给她 可她已经两个月 没有收到生活费了 之前存的钱 也用完了 她只好去电话亭 打电话回家询问 父亲告诉她 那笔钱早就准备好了 可是前段时间 她的母亲生病了 花光了家里 所有的积蓄 挂了电话后 卧底很无奈 接下来只能靠自己 赚取生活费了 突然 投币电话吐出很多金币 卧底将钱币捡起来 数了数 有九美元 刚好够她一个月的生活费 她觉得老天在帮她 正想离开的时候 自己良心过不去 于是她打电话给通讯公司 告知实情 通讯公司的工作人员 在了解后告诉她 目前公司维修人员紧缺 高薪派人 维修不划算 他们问过老板 决定把这笔钱赠予她 她的诚信 值得拥有这笔钱 并希望她以后 能继续诚信下去 那次的经历 让她受到极大的鼓励 往后无论在生活 还是在工作中 都坚持诚信 多年后 她拥有了自己的公司 在她办公室的墙上 有大大小小的硬币 那些硬币 加起来刚好九美元 旁边还写了一行字 九美元加诚信 等于成功 诚信是一种美德 能帮助你在人生路上 越走越顺 罗马有句谚语说 失去信用而赚的钱 应结算在损失里 算计会丢失人心 诚信才能得人心 人在任何时候 都不能丢弃诚信 有诚信的人 才能行天下 一个人会说不是本事 能做到 才是真正的本事 人活着 不管别人信不信任 都要做说话算术的人 莎士比亚说 如果要别人诚信 首先要自己诚信 人与人之间 是相互的 能获得别人的信任 是你的荣幸 你以诚信代人 那是你人品的体现 愿你我彼此信任 互不辜负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 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点赞 或留言 表达您真实的感受 并且分享给身边的人 最后 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你们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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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 留下你的看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